水母说电影 内涵你会懂 大家好 我是小飞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 香港奇幻电影 真妖 我们的女主小白 很爱她的男友水哥 因为太爱了 因此她很怕失去水哥 这导致她整天神神叨叨叨 还一直偷偷地监视水哥 晚上小白洗澡时 水哥无意间发现 自己手机被监控的事情 为此两人大吵一架 原来水哥一直偷偷地 和她的前任藕断四连 并且还私自保留了她的东西 这时小白非常不满 于是乱砸一桶 两人也因此分了手 从这以后 小白就开始失眠 晚上无论吃多少粒安眠药 就是没有用 失落的小白懊恼不已 他一遍又一遍请求水哥原谅她 但都没有回音 失忆的小白在街边闲逛 正巧走到了一个卖枕头的地方 他想到失眠的痛苦 决定买一个药枕回去 他看上了一个绣着花的药枕 这个枕头有着淡淡的居香 这让小白感觉非常踏实 没想到枕头果然好用 小白抱着枕头 直接在沙发上睡着了 并且他做了一个特别甜蜜的梦 在梦中 男友水哥回来了 两人也和好如初 等他醒来后 发现只是个梦 他平复了下心情 也许是他太想念水哥了 但自从有了这个枕头 小白就一直能看到水哥 这让他的内心得到了一丝慰藉 他把枕头当成水哥 并且更加依赖他 单位的同事得知水哥失踪的事情 都建议小白赶紧报警 而警察只是按例询问了几句 就离开了 为了让小白重新振作 朋友邀请小白出来嗨皮一下 小白随意的找了个借口退掉了 而此时的枕头 在卧室里张弛的呼吸着 这时的小白 已经彻底离不开枕头了 一连几天都抱着他睡觉 他贪恋和水哥的美好 仿佛一切都回到的过去 慢慢的 小白的气色一天不如一天 还开始掉头发 整个人为弥补阵 最后连班都不上了 只为了睡觉 晚上小白又沉沉睡去 此时真正的男友出现了 原来枕头里有一个 专门欺人阳气的妖怪 而此时的小白 阳气已经所剩无几 水哥要求妖怪放了小白 妖怪却说 这是小白自己选择的 为了救小白 水哥发了一条求救信息 通知他的同事和警方 众人破门而入 这时的小白已经不省人事 警察经过一番搜查 在衣柜里发现了水哥的尸体 原来 吵架当晚 小白一时激动误杀了水哥 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所以活在梦里逃避现实 故事也到此结束 现实是残酷的 但是一味的逃避 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欺骗自己 不过是把自己困在谎言中 选择自欺欺人 不过是害人害己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真妖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